好 現在呢 各位的這個套用都OK的 就是那個範本套OK的 那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一定要先把我幹掉 對不對 不能留在這裡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個部分左上角我是留一個區塊 就是給你做簡單的文字說明或是圖片 你也可以放成果的都OK 好 你怎麼做呢 你按這裡更多裡面 有一個叫做編輯協作平台的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你把它點一下 好 點了之後呢 沒有很大改變 但是在上面這裡會有不同 上面這裡會有不一樣 還有你滑過每一個區塊這邊都會不一樣 我現在設定的就是 我們的協作平台寬度大概是980 好 那為什麼會變這個數值 是因為有些人現在還蠻多人用那個平板的 平板的如果你是一般的平板的 不是讓你比較最高級的那一種的 大部分的解析度都是差不多1024 乘768或者是大概5600左右 那你要讓人家能夠一次能夠看得完嘛 對不對 總是這樣比較好 那如果說你不考慮平板或自衛型手機這種 比較小的螢幕的話 其實你用更大一點也沒差 也是可以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看 當我滑過這裡 滑過這邊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可以編輯的 你把它點一下 這個是編輯上面這個字 這個字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內容 你就可以把我幹掉了 你移到這邊啦 點一下它 是不是有一個叫做移除 移除 刪除 沒有了 你可以這邊打字 也可以插入自己的圖片 或超連結 都可以 甚至表格啦 只是因為這裡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不太適合就是 跟你放太寬的那個照片 如果你要打一些字啊 都OK 比如說你要上傳圖片 可以從這邊點 那這裡面的圖 你看後面這幾張 這個都比較大 所以我會建議你可以像 比如說如果你要抓 像我們剛剛那個 剛剛pickpick裡面 有什麼適合的嗎 好 假設這兩位小朋友 我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它選起來 有沒有 我現在是用學曲風劇 把它選起來 上面有一個裁切對不對 切掉 就符合我要的 如果萬一還太大 你就來自己調整大小就好了 好 調整大小來射一下 好了之後 因為要存出來嘛 所以我來這邊 做一個儲存的動作 好 儲存的動作 那到底存哪一種格式好 這裡有好幾種對不對 請問你存哪一種格式 比較好 平常老師最常用就是jpg 其實 事實上下面這個png png png 你了解齁 事實上png的品質 會比jpg好一點點 因為jpg本身是屬於 破壞性的壓縮 你每次存 它會破壞一點破壞 因為它也會 存哪一種 它會問你說那個壓縮比 好 那所以jpg的缺點就是 你如果每次都用那個格式存 品質就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越來越差 最下游的那個人最倒霉 好 那所以你用png的話呢 它基本上就 或者binmate 它們都是比較屬於就是 非破壞性的壓縮 那這個看你們自己 如果一般當然 如果你不是那麼在意的話 其實都沒有關係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把它先放到我的暫存區裡面 好 存下來的 現在呢 我就回到這邊來 直接上傳 因為不在裡面嘛 小朋友 OK 應該一下就傳完 那麼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用IE的話 上傳這邊 可能會傳不上去 好 所以要麻煩各位 如果你要上傳圖片 請用這個火壺的 或者google的 確定 是不是進來了 這樣 往下確定 確定 這裡就會換掉了 這樣OK嗎 事實上還寬了一點點 還要再稍微調整一下 當然左邊這個寬度 也是可以做調整 也是可以做調整 那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在這邊的話 如果你有需要增加一個 你可以按這個加號 增加一個的話 你可以按加號 按加號 按加號 它裡面呢就有其他的區塊 比如說你要跟我一樣的 你可以用文字 用文字的 或者是 有一個 偶爾會用到的倒數 比如說這個活動還沒結束 它可能 比如說像 比如說母親節啦 還有幾天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增加一個 新增一個區塊 新增了之後沒有看到 因為它放在最下面 有看到了嗎 你要移動區塊的順序 就按拖曳的方式就好 這邊就做的還蠻人性的 有沒有 那你點一下 你就直接去設定 好 然後呢 5月份的第二個禮拜 5月份 的第二個禮拜 應該是這一天吧 好 確定 它就會告訴你 現在還有多少天 這樣子 有啦 出來了 這樣了解了 好了之後 就按 上面的關閉就好 反正你只要做過了 它就會存檔 這樣你了解了嗎 那我左手邊 有先幫大家安排一些東西 好 如果萬一你不需要 它可以直接從這邊做叉叉 跑過去是不是有個叉叉 就可以移掉了 如果你覺得說不需要的話 所以您可以先知道說 我可以從上面這個地方來做 那麼上面這裡 你看我有幫忙 有做這個叫夜遷的功能 對不對 這個的話呢 一般也蠻常用的 比如說像這個 就是做一個超連結的作用 那這個呢 就是直接連到我們裡面的文章 如果你有需要編輯 也是一樣 用這裡 協作平台滑滑滑滑滑到這邊 按一下 你看我這邊 一二三四 順序你可以從這邊調 那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有沒有看過那種彈出式的選單 因為有些時候你的內容比較多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往內縮 這個就會縮到活動照片裡面 我們先試看看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好 關閉 滑過去 有沒有跳出來 所以你可以變第二個第三個 這個的話 尤其是你可能有相關網頁的時候 這樣做的話 應該會更容易 會更容易 那相對的 會滑進去 就要會怎麼樣 撸出來 對不對 也要前進來也要把哭 所以這裡有一個滑出來 這樣了解的 如果你是增加網址的 從這邊 如果你是已經有那個頁面了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給各位建立頁面 如果你已經有頁面了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選 看你是要連到哪一個頁面 等一下去確定就好了 這樣OK嗎 可以啦 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 各位呢 您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來管理您的那個版面的部分 左手邊或右手邊 在更多裡面 它有一個叫做什麼 更多裡面的 編輯協作平台版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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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有幫別的 坐啊 行嗎 我來坐啊 我吉經 你坐啊 你坐啊 這個